大家好,我是藝術家英文漢 就來聖誕了,相信大家都已經準備好你的聖誕禮物送給親朋好友 今天我會教大家兩個特別包裝方法,令你的禮物更獨特 接下來我會教大家第二個方法,就是用西洋書法放在包裝紙上 如果你懂西洋書法,當然不用跟我學 但如果不懂西洋書法,我們都可以做這麼有質素的作品 是可以的,我們需要甚麼材料呢? 我們需要有白紙,上網找了西洋書法的字樣 然後我們要有過底紙,圓筆和西洋書法筆 我們首先將一張紙放在上面 用一個過底紙放在中間 然後用圓筆在上面畫一次 不用擔心粗度了,只是跟著條線走一次就行了 寫的時候留意,我們盡量按著紙不要動它 好了,完成之後,我們就已經寫好了 然後我們就用一支西洋書法軟筆 純粹跟著它寫,當然是沒問題 但你會見到這些部分我們是有粗線的 那怎樣做呢? 我教大家了 如果這支西洋書法軟筆,我們走上路的 我們好像這樣寫上去的話,我們輕輕力 當下來的時候,我們給點壓力,例如這樣 這樣就可以做到粗線的效果了 雖然這個是一個臨帽的過程 不過都需要多多練習,你才好放在畫紙上 剛才教了大家怎樣可以做一個精準的包裝紙 時間關係我已經量度好大禮物的尺寫 但現在我們先寫在上面 做這個禮物的時候鋪排也十分重要 因此我們就用間尺去鎮底線 這個過程建議大家盡量用鉛筆輕力地畫上去 但因為我給大家看,所以我會比較重手 我們就把這張過底字放在這裡 根據圓筆行可以參考放斜線 就可以寫上去 提提大家 因為過底字已經很上色 所以要小心點放上去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用兩隻不同顏色的圓筆 出來的效果就會更漂亮 轉眼間我們已經用過底字 將Merry Christmas這個字寫上去 我們可以將整個包裝字寫完 之後再用西洋書法軟筆寫字 不過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的話 我絕對歡迎大家可以用一個字 用過底字 其他字我們可以看著它 你再寫就會快很多 通常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在正中間寫一個線 因為那個可能會在包裝盒上出現 之後那些就再模仿寫上去 寫完這個字之後 緊接換另一隻色 緊接在後面再寫 當寫到邊沒有位置 怎麼辦呢 我們就不用再寫了 寫的地方是很有趣的 你不需要量度任何位置 你只需要在這張紙的邊寫就可以了 但你看到中間有很多空白的位置 為何我要留白呢 為何不寫完字呢 因為如果太多字的話 其實就會太迫了 相反我們中間的位置 就可以加一些好像聖誕裝飾的東西 在上面 這樣出來的效果又有多些變化 可以不規則一點的 有些大有些小 在不同的位置也可以 多一塊葉也可以 少一塊葉也可以 現在我們就真的完成了整張包裝紙了 那我們就即將要包到我們的禮物裡了 好嗎 這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包裝盒放在正中間 然後把包裝紙覆蓋過去 包的時候留意這個字母會不會掉轉了 OK 在這個時候 不妨用你的指甲可以在旁邊那裡 戒一戒它 令到它鐵伏很多 接下來我們做一個自製的金屬貼紙 我們需要一個可以讓你畫到圓形的一個蓋 或者是膠紙等等都可以的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用的 接著在上面用圓筆勾畫一個形狀 如果你的家裡是有其他形狀 例如星星形等等的形狀 都可以用它也可以的 然後我們就做一個仿絲帶的效果 我們用一張紅色的畫紙 然後把你把金色的紙放上去 輕輕用完筆畫出外形 然後畫出凸出來的絲帶的部分 由於這個絲帶是要貼在裡面 所以我們這個要延長一點 之後我們用章狐筆 把畫紙的部分塗上去 然後把它貼在金屬的卡紙下面 貼在包裝盒的一個角 然後我們再用一個針筆 在上面寫上你的朋友的名字 除了西洋人書法之外 其實網上都有很多其他款式的聖誕字體 歡迎大家也可以用它們來做參考 終於搞定了這個聖誕包裝 大家是否很想急不及待馬上試 記得快點準備好你的材料 一起動動手做這個聖誕禮物包裝 聖誕快樂 請問到此會不會搭載 並且否 engines擔心 全部都是用來搭載 老少爺 爲什麽 搞定 強力 勘